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生物武器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生物军事化活动是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 事关各国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 任何生物军事活动的信息线索 都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 作为世界上从事生物军事化活动最多的国家 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有336个生物实验室 在其境内的德特里克堡也开展了大量生物军事活动 根据公开披露的消息 乌克兰境内数十座生物实验室 是按照美国国防部命令运行的 美方上述活动严重缺乏透明度 存在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 此前多个美军海外生物实验室所在地 爆发罕见流行病 引发多国抗议与质疑 这也是此次美在乌生物实验室 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的重要原因 我们不禁要问 美方这些项目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 美方为什么不公布这些项目的详细信息 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与美国防部是什么关系 如果美方在乌实验室从事的仅是科学研究和疾病监测 为什么美国防部会深度参与 美国二十年来一直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多边核查机制 这又是为什么 在这五个问题上 美国欠世界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 这些重大原则问题 绝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虚假信息就能搪塞过去 中国曾是生物武器的受害国 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 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 研发拥有或使用生物武器 中方一贯认为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宗旨和目标必须得到严格遵守 我们敦促美方以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认真回应国际社会关切 切实履行公约义务 对其境内外生物军事化活动 做出全面说明 并接受多边核查